好,那麼我們接下來講 object pointer的另一個很直接的用途 就是 pass object into a function 的替代品 我們今天假設有一個 function 它是吃三個 vector 並且回傳它們的核 比如說像這樣這個 sum 吃 v1, v2, v3 然後這個地方要幹嘛 我們今天想要先知道 我們這個一個 vector 到底裡面有幾個 element 所以我 v1我要來 get n 那我們就必須要 implement get n OK 有了這個 n 了以後呢 我們就來產生一個 所謂的 sum of vector 的這樣的一個指標 那這個指標代表的是一個動態陣列 那我如果 vector 它們大家長度都是 3 那我們就搞一個長度為 3 的動態陣列 那這個要正動態 因為你不知道傳進來的東西長度是多少 那當然我們有假設大家的 dimension 要一樣啦 如果不一樣 大概就什麼都不能做 好 那今天呢 我 sov 也準備好了 我就是跑一個 forward 回圈 每一次呢 我就去把 m 的其中一個東西拿出來 然後呢 三個東西都拿出來 相加 然後呢把結果回傳給 sov 這件事情呢就是很合情合理 那麼 結果呢 我就 得到了一個 vector 我就得到一個 array 把這個 array 我們就傳進這個 所謂的 sum of vector 傳進這個 my vector 的這個 constructor 那這個 constructor 我們之前沒寫過 所以我們這裡還要來寫一下 這個傳一個 array進來的 constructor 那這個也很簡單啦 就是 n 就把它設成 d 然後呢 我們今天在這裡 就全方便你把這些事情做下去 這樣子就可以啦 那 這個地方 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的這一個 my vector 它裡面 它這個 constructor呢 漏掉了這個 初始化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裡 事實上要有一個 這個 new 的動作 我們的 m 要先 new 東西出來 然後我們這個 例子裡是 int 我們要 new 一塊空間給它 然後我們後面才可以用 如果沒有這個 new 的話 直接用 基本上就是會這個爆炸 好 所以今天啊 我們忽略剛剛講的這些小細節 我們回頭看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它算起來是挺辛苦的 因為它在這個函數裡面 總共要建立四個 object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總共要建立四個 object 那你 object 如果大 這樣就蠻累的啊 那所以呢 有一個替代方案 就是你傳 pointer 進去 你傳 pointer 的話呢 這裡都不用建立 object 因為你只是把一個 object 的位置 傳給它 然後呢 你去呼叫東西的時候呢 把點改成箭頭 那麼這樣一來 你就只需要建立一個 object 好 那這個很多時候就會比較快 就是如果你的 object 很大的話 你光是在那邊複製貼上 就已經浪費時間到不行了 好 不過 again 它有它的缺點 就是你用一個 pointer 去指向一個 object 那去存取其中的一個東西 這個動作比較間接嘛 好 所以呢 它可能會 反而浪費你比較多時間 所以你這個要衡量啦 就是傳 pointer 跟傳 object 到底哪一個好 很難說 你 object 如果不夠大 那大概直接傳還比較快 那你 object 如果超大的話 那情況就會反過來 好 那麼呢 我今天 也可以傳 reference 對吧 因為我們小時候也做過這個 cobot reference啊 傳了swap啊 int啊什麼之類的 可以傳 reference 既然可以傳 reference 那 object 當然也可以傳 reference 這個沒有問題 那麼這個情況下呢 你這個地方 點 就繼續點 你就不需要改成箭頭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吧 因為reference 基本上就是 cobot reference的時候 你就是視同 它就是一個普通的變數 只是 它傳進來的是 alias 這樣子 那這個情況下 again 我們也只 傳了 我們也只建立了一個 my vector object 傳 reference的時候 是不會建立 object的 那麼呢 我們今天 既然有reference 那我們可能 就會想要有 constant reference ok 因為我們傳reference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保證 我們的argument 並不會被modify 那這個時候呢 就要用constant 來保護他們 大家寫程式寫到這個階段 或是說學程式 學到這個階段 應該漸漸理解 很多時候 我們打出來的程式碼 並不是真的要解決什麼問題的 打出來程式碼 是為了避免某些問題發生 這個是兩種很不一樣的概念 剛開始學的時候 會覺得我打程式碼 就是為了要解決問題 但是到了某個階段以後 你打程式碼 是為了避免問題 就像這幾個const一樣 我加了這些const 讓我可以保證 任何人在這個函數裡面 想要modify 我這些argument的value的話 都不行 compile會error 所以這些符號 這些關鍵字 事實上是用來保護我們 不要犯錯 來避免我們做一些事情的程式碼 所以它是避免問題用的 如果你能夠理解 如何或者是什麼時候 我們在寫code在避免問題 那這個就是又上升了一個等級了 所以現在這樣寫 就很棒 你不但省時間 而且你也保證自己不會出事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 那我們這裡留一個問題給大家 你今天如果傳 object pointer 那object pointer 是可以用來 改到你原本的 這個傳進來的argument的 對吧 因為你等於是把一個argument 把一個vector的位置 拿來傳進這樣的一個函數裡面 那函數裡面就可以透過這個位置 去修改你的原本的object 若是如此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裡 應該也要加const呢? 這個問題 我就不想要在這裡現在告訴你 你去想想想看或是查查看 好嗎? 好嗎? 好嗎?